郭文貴議員 你們列舉三項是你任內最有成就的相關的成就事項 其實這樣子列舉沒有列舉到也不太好啦 其實我們要盡全力做啦 那一項好了 沒有啦 我要盡全力做啦 我們這麼多部門好像就 這個列舉到譬如說列舉到營建署的警政署好像都沒被列舉到 其實每一項工作都是一樣的重要啦 好 不好意思 那你自己打幾份 給自己多少分 其實 這個很難給自己打分數啦 打分數是委員在打的啦 我們人民在打的啦 我自己打分數不好意思啦 好 那 部長 記輯內會不會高升 沒有啦 內閣就沒有改組 也不會高升啦 內政部長已經夠了啦 好 另外 你有沒有規劃參與六都的選舉 哈哈 沒有幾位啦 沒有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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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都反而南部跑得多咧 不對不對 你現在似乎 把重點放在新北市喔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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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全國都有內政部的單位啦 你 是不是已經確定 黨中央 會爭招你去新北市選市長 我在演嚴肅的喔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喔 部長 你也不要開玩笑喔 你問我 我一定講過沒有人徵巡過我啊 我沒有講過 會不會爭招 不知道 啊 爭招你願不願意 不要問這啦 這對我來說 真壞壞蛋 你要限制我為什麼 哈哈 部長 爭招你願不願意 沒有啦 還是說新北市太小 你要選台北市 我聽不懂這個意思 你意思說 新北市人口土地都比台北市大 對啊 那所以你屬於新北市 沒有啦 你不行 這樣子齁 你這裡有跳通 那我給言說喔 部長 今天錄音錄影 基本上這個議題 我很嚴肅 請教你 而且 我已經很久沒來請教你耶 這個會期第一次耶 對 感恩 不用感恩啦 部長 你講真話就好了 沒有啦 好 新北市 我沒有幾歲 你沒有幾歲 啊爭招呢 我沒有幾歲 啊爭招你願不願意 沒有啦 問爭招我願不願意的話 啊 因爭招總統佣才可以問我 啊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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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啦 咳 請 實際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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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回答 可能性高不高 我不知道 我跟你講今天也錄影錄影 可能性很高 我替你宣布 沒有啦 好沒關係 沒有啦 我希望喔 部長你 要賣 你就要快做決定請職趕快去選 那不要 假設要選的話不要在 在部長的任內 利用公家資源去選舉 我這樣邀請何不可以 利用公家資源去選舉 這個本來就不會這樣子 這是一定的 所以可能剛剛 委員你問我 我是不是最近在新百姿多人 我說很奇怪我最近都在南部 我沒有在新百姿內 你看我去台南 然後台南雲林 我反而去 苗栗我反而去這些地方 好啦 好啦 你 確定啦 會徵召你啊 我替你們黨中央宣布 沒有啦 請教你 沒有啦 你內政部啊 內政部平均地權條例的法案 現在能送到立法院來嗎 是 那對於司法人取得住宅的皇屋 要採許可制 那 那 這一部分 什麼時候 你希望這個法案 什麼是通過 你的 內政部的立場是怎麼樣 現在我們內政部的立場 就是按照我們 送來的這個法案的立場 這就是我們的立場 那現在就是等大院來 包括委員會來排 這一個審議的時間 審議的 看什麼時候審議 那我們這個立場 到現在為止沒有改變 大家也沒改變 沒有改變 那有人認為說 你限制司法人去買房子 有些是自用的 不是炒作的 那會不會衍生重大的後遺症 你的看法怎麼樣 如果他是自用有正當理由 譬如說他當宿舍 這些 那宿舍這些 那當然是可以的 或者是他本身就是租賃行業 他是以租賃為行業的 這個當然可以 或者是因為圍老都跟建設公司的這個 這當然可以 所以我們會根據這個 他的合理的用途 合理的整個方向 那我們來做相關的這些材料 OK 有例外條款 這個例外條款 就是我講的 這實際是司法人實際上需要的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絕對沒問題 而且我們審 許可審議的速度 我跟委員報告 我一定會要求 非常快 加快 OK 好 謝謝 部長 最後那個題目 這還是新北日全 那個委員 趕快宣佈 沒有啦 我們好朋友 你不能退我散步 不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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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